对于传统味道的执着体现在浙江人的一日三餐之中 对于传统之外的创新贯穿于城市的每一处角落 探索发现即将播出家乡智慧2021春季篇第26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非速变换的时代 令那些属于每一座城市独有的感受被淹没在高度相似的街头巷尾 不改变似乎成了一种演艺词 习惯追求新鲜事物的人们 所有感官都在期待着体会无止境的变化 唯独味觉却总是指引着他们寻觅熟悉的味道 在城市的变与不变之间 美食犹如一座桥梁 贯通传统与创新 争吵煎炸 描摹着不同城市相似 却又不尽相同的别样风味 而最传统的杭州韵味 隐匿在每一个睡眼惺忪的清晨 八百多年前 宋王朝迁都临安 随之而来的开封灌汤包 在江南水乡完成了属于自己的优雅转身 如今 以杭州小笼包命名的早餐店 已然遍布全国家喻户晓 但是在杭州人眼里 小笼包绝非能被轻易复刻 真正的杭州小笼包是 死面皮做的 带汤汁的 而且带有松香味的 现点现做的 不太忙碌的清晨 中院兵总是会像今天一样 尝一下别家的口味 不断对比 是为了纵观全局 及时茶缺补漏 早上七点 他回到厨房里 准备制作杭州小笼包 新鲜土猪 仅有前家心肉部位 能够满足钟师傅挑剔的眼光 去筋镜膜 以八分瘦两分肥的比例搭配 才能够满足肉馅的最佳口感 用猪皮熬制的皮冻 能为小笼包的鲜香多汁 提供坚实保障 但为了获得更加极致的口感 钟师傅选择将其放入冷柜 冷冻后的皮冻更易于造型 均匀的丁状能够保证与肉馅最大程度的粘合 二者混合组成小笼包的灵魂来源 面粉与水的激荡 孕育出承载灵魂的最佳皮囊 但在此之前 它仍然要经受多重考验 钟师傅饱含经验的双手 不断揉搓 让面团变得柔韧且富有弹性 机械力量反复碾压 使得面皮能够为小笼包带来更加丰富的口感 如此往复数十次 钟师傅才将面团逐个分开 经年累月积攒的经验与手感 足以保证每个剂子都在八克左右 如此均匀的重量 为的是让肉馅与面皮维持在一个完美的比例之内 千百年来 人们始终秉承着面皮与肉馅的传统比例 而接下来的包制过程 则更显杭州人的优雅与严谨 钟师傅左手推压 右手迅速在面皮上 碾出不少于十八道者 左右手紧密配合 驾轻就熟 这是他十余年来不断磨砺记忆的缩影 钟师傅将传统蒸屉上的竹垫子 更换为线采的马尾松 不仅起到防止粘连的作用 还能为小笼包带来一丝松树的清香 经由高温水蒸气的洗礼 小笼包馅料中的油脂与皮冻 转化为丰盈的汤汁 轻轻提起形似布袋 一口下去汤汁四溢 回味无穷 一颗小笼一碗馄饨 这里吃 一剃小笼一碗馄饨 是老航程乃至整个浙江 最经典的早餐搭配 这里的馄饨分为大小两派 小馄饨的面皮薄弱馋液 包裹纯肉馅料 犹如细薄带皱的丝织物 因此也称皱砂馄饨 形好的面团 在擀面杖的催促下不断延展 又再次卷曲 以特定的角度按压面饼 为的是让它无限接近透明 在饱可透自的馄饨皮上 飞快地将肉馅点缀上去 左手轻轻一攥 一支馄饨便成形了 但越是简单的事物 却往往内涵乾坤 这一攥力道不能太轻 否则风口不牢固 馄饨容易散掉 也不能过于用力 那样煮出来的馄饨 就没有了皱砂般的质感 如此秀珍的馅料 恐怕难以满足如今人们的口味 但正是这样一晚看着不起眼的面汤 成了许多人连接年少时光的通路 宋钱荣就是其中一员 我在进华读书的时候 有很多的人他们挑这个扁单 扁单前面是一个小煤炉 煤炉上面架着小锅炉 小炉子 一个小的锅子 上面烧着水 当着我们的面 一碗小炉 两三分钟的时候就包好了 包好以后 直接放到煤炉上面去烧了 这个时候 从它那个小抽屉里面 放点什么榨菜 葱啊 葱啊之类的 然后我们一条热水倒下去 我们马上就可以吃了 这才是我们那时候的美味 就是我们儿子的味道 湖州地处浙江省北部 与无锡苏州隔太湖相望 这里的馄饨 自古以大而著名 人们对于食物的追求 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步提高 在这个可以任意选择 大与小的年代 肉馅饱满的大馄饨 逐渐成为大势所趋 老宋看准了这一趋势 决心将这种吃法 带回杭州 创业初期 他凭着一股子倔强 说什么也要把这个大馄饨做出来 好了 老板娘 不要讲了 我会去自己弄吧 好了 凭借着走南闯北的老涛经历 他不断尝试各种馅料的搭配比例 推翻并反复调整 最终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那一份秘方 也许是当初遗留下的习惯 如今生意已经走向正轨的老宋 仍然闲不下来 八个肉 七个菜 干烧的 好了没有了 再烧 他总要时不时地研究一些新口味 在店内现实推出 恰逢中秋节 老宋的灵感又蒙发了 鲜肉榨菜月饼 是杭州市富阳区的地方特产 酥脆的外皮混搭着魔性的馅料 深深地戳中了这位美食老炮的心 我就想把这个馅料做到混搭里去 说来简单 蛋酥脆与绵软 烘烤与水煮 如何在与酥饼截然不同的口感与工艺中 呈现鲜肉榨菜咸鲜的口感 成了老宋心头的难题 他决定从榨菜打开局面 选用微辣榨菜 以其自身带有的咸辣风味 作为整个馄饨馅料的基调 略加一点白砂糖 提升口感维度 一点黑芝麻提香 反复尝试不断调整 老宋早就习以为常 过程中的失败只会让他愈挫愈勇 直至得到满意的口味 当热水激荡起汤底的腐材 一切不如意 都随着蒸腾而起的水汽 消散而去 在当下的时代 小馄饨负责打开人们怀旧的心门 大馄饨负责满足烤腹之欲 老李 榨菜来了啊 榨菜鲜肉馄饨来了啊 你这放心好了啊 没问题 榨菜一老师 榨菜 等一下 榨菜五个肉五个榨菜 好 当创新成为传统 又一代人记忆中的味道 也将成为经典 紫菜淡皮虾米组成的汤底 是杭州人对于鲜味追求的 最低调表现 鱼园则代表着至高要求 采用极为复杂的工序 处理鲜鱼 以达到吃鱼不见鱼的效果 人们也因此戏称浙江人为 分子料理的开创者 郑军从厨二十六年 对于制作鱼园颇有心得 新鲜鲜鱼去头 去身 刘尾 用刀将鱼肉与鱼骨精准分离 没有五年以上的经验 将在这一步骤与鱼园无缘 分割好的鱼肉 被紧紧地定在砧板之上 等待完成变身的第一步 为了让鱼肉变得更加细腻 千锤百炼是必不可少的 传统的杭州鱼园 除去水与盐之外 不添加辅助剂 仅靠鱼肉自身所含胶质 完成变身 这也是它与鱼丸的最大区别 原本家家户户 过年长辈的食材 因漫长的工序 在如今这个快节奏的时代 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数百次迅捷而又轻微的脚打 为的是让鱼绒产生绵密的气泡 接下来 正军熟练的双手 将完成鱼肉变身的最后一步 鱼园是江州的传统菜 小的时候家家户户 过年的时候都要吃鱼 鱼园在挤的时候 这个虎口不能用力 要用后面的掌心 给它用力挤出来 靠中力给它挤下去 这样这个鱼园在手掌上 它是圆的 如果是虎口用力 容易把这个鱼园挤扁掉 然后下去的时候 不会有小尾巴 它的尾巴会收回去 在鱼产丰富的浙江 鲰鱼以另外一种形式 再次与水交融 意味着年味尽了 毛子潮是一名杭帮菜厨师 年少时对于食物的痴迷 转化为制作绝佳美食的动力 如今 为无数陌生人提供美食的他 却很少在家展露身手 今天 他将为家人们筹备一桌 丰盛的晚餐 其中 杭三仙是当仁不让的主角 作为传统杭帮菜的代表菜品 丰富的配料 是令人们无法忘怀的原因之一 想要做好杭三仙 需要的是时间与耐心 丰富的配料中 每一味都需要极为复杂的制作工序 其中 发皮最具代表性 将新鲜猪皮处理干净 随后 细致地踢进多余的脂肪与白肉 但 这只是漫长制作工序的衣食 它首先要经过太阳的酱汁考验 在从前的年代 时间并不如今日一般稀缺 即便是在天气适宜的情况下 传统的制作发皮流程 也要持续数月 为母亲补充好存货的毛子巢 准备开始制作发皮的下一步骤 大量的温油中滋养着晾晒好的猪皮 起锅点火的这一刻起 就必须时刻关注锅内油温的变化 丰富的经验 让它能够掌握油温到达临界点的时机 分别加注肉皮的两端 油温不断上升 反复浸润着猪皮的每一处细节 直至其受热膨胀延展开来 这样能够保证猪皮的每一个孔隙都被打开 如此制作的发皮 打破了猪皮的原始组织结构 能够吸水足量汤汁 获得丰富的口感 与此同时 妻子正在制作杭三仙里另一种磨人的原料 黄蛋糕 二十个全蛋与十个蛋黄混合而成的金黄蛋液 被倾倒在事先预热的平底锅上 它需要人们极致地耐心看护 丰富的经验 让它熟知底面成熟时间的来临 制作黄蛋糕需要对火候精准掌控 不断翻转 直至平底锅内的一侧慢慢向上鼓起 黄蛋糕制作完成 浙江人就是在这样不断打磨自己与食材的过程中 发掘了平凡食材不为人知的一面 从前每到团聚时刻 总是父母忙前忙后 如今时光荏苒 父母不再年轻 毛子朝想用自己的烹饪技艺 为家人做一桌热乎菜 回味从前的时光 一番忙碌过后 他开始制作团圆宴上的压咒菜品 杭三鲜 将早已准备妥当的食材 一同进入等候已久的浓汤中 汤汁一次次漫上锅中的每一位食材 恰如此刻团聚的每一位家人 原料丰富 制作过程漫长 杭三鲜早已成为一代又一代人 记忆中无法抹去的滋味 每当这道菜品出现在餐桌之上 往往意味着团圆的来临 仙人的智慧将一切美好的寓意 寄托在丰富的辅才之中 独自在外历练的人们 回到家的温馨港湾 在美食的抚慰下 将一切繁星式搁置 闲话家常 多年学厨经历 令毛子朝对于菜品 有着格外的执着 一餐团圆饭后 毛子朝对于经典杭帮菜 红烧善段有了新的想法 他打算在传统的基础上创新 增加食材以扩充口感的维度 他将目光对准了浙江本地的 手打年糕 距离杭州市近百千米的铜炉县 人节地灵 民风淳朴 这里仍旧保留着杭州地区 有关年糕的历史图景 以家庭为基本单位 手工制作 能够保证年糕仍是人们记忆中的风味 本地糯米经过了反复讨喜后 在火力极旺的农家灶台上蒸熟 接下来即将进入最费时费力的冲打环节 老头子还可以打了 好了 几十年来 夫妻二人形成的默契 使得他们能够在第一时间 领会对方下一步动作 过年的时候 大家帮蛮大 今天你家 明天他家 一天打到晚 好几百斤的要打 能少吃不消的那 打年糕 一定要很多 像我们这种纯手工的 也就是 不大用于看得到 很少 万火 重油 徐徐升起的油烟 预示着 这将是一道猛火急功的菜品 对火候的掌握 是菜品能否出众的要点 年糕与热油的接触 发出滋滋的声音 扇鱼入锅 水分迅速蒸发 表面瞬间变得酥脆 酱油与红烧汁 为扇鱼上色入味 黄酒的加入 使得热锅下 火舌不安的猛窜 窥探着扇鱼的美味 炸好的年糕 再次登场 迅速吸收着浓烈的汤汁 与整道菜品融为一体 看着新出炉的菜品 毛泽潮心满意足 对美食的执着 让他没有太多闲暇时间 与家人共度 于是 菜品成了他传递情感的梅界 并希望品尝的食客们 能够感受其中一二 有时 食材也能成为传递信息的梅界 天气渐凉 大街小巷间 家家户户的阳台 便挂上了一排排的酱货 散发着年的味道 在这其中 鸭子是绝对的主角 但是从杭州人钻研美食的尽头中 就可以了解 这里的鸭子 绝不可能 仅仅只有这样一种吃法 浙江水网交错 河湖密布 渔业资源丰富 是养鸭的不二之选 绍兴麻鸭 一种早在南宋时期 就被训养的品种 经过千年 人与自然的选择 如今已经具有 较高的经济价值 与营养价值 为了唤醒人们 有关于老鸭的记忆 这是吴国平今年探访的 第六个麻鸭养殖基地 渴望呈现老鸭包 传统味道的它 早已习得了一身 鉴别老鸭的技巧 五年以上的鸭子 胸骨像鉴一般挺拔 且极为坚硬 熟练的人们 往往能够通过三个位置 判断出鸭子的大概年龄 胸骨 这个就是我们 十二年的老鸭 这个是在水里面 这样放的 就是吃那个草 自动在放养的 我老爸 他是养了一辈子的鸭子 你说你三代能养鸭了 对 我们三代养鸭 八十七岁了 八十七岁了 他还每天要来看一下鸭子 今天 吴国平喂了一只高龄老鸭而来 这也是很小的吧 与家里三代养鸭的老沈一样 他也相信 鸭子们生命的时长 就是鸭包风味最有力的保障 还可以在那儿鸭肠 好 带我去看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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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绍兽兴麻鸭 因羽毛上的斑点而得名 饲养到七十天左右 便可上市 但在杭州人眼中 有一定年份的老鸭 却有着不易被人察觉的滋味 为招待远道而来的吴国平 沈建良努力发挥着他的烹饪技巧 好在 老鸭包的风味来源 主要依靠优质的食材 与时间的魔法 杀好的老鸭 经过进一步处理后 便可倒入清水炖煮 越老的鸭子 与砂锅缠绵的时间越长 五年以上的老鸭 往往需要三到四个小时的炖煮 才能得到酥软的肉质 老鸭包是杭州地区家常的盛宴 除雀鸭子之外 使用的食材往往都是就地取材 物尽其用 腌制后的天目笋干略咸 为了不破坏陈眠老鸭汤汁的原味 需要反复清洗才能使用 多种常见的食材 被事先处理好 全带鸭包登场 食令蔬菜 鸭血 馄饨等辅料 侵入滚烫的鸭汤中 再平凡的食材 也出落得别有一番风味 养仗着汤汁的鲜美 完成了味觉的升华 对老鸭包情有独钟 这是我们儿时的记忆 那时候我们也是这样的院子 一家回来喝一碗老鸭汤 这是很多人家的记忆 我觉得人走了一段时间之后 就会回头问一下 是从哪里来的 所以我想未来 这个我想让传统回归当下生活 一只砂锅 几种食材 清水炖煮 看似平凡的一个包 吴国平已经用了一年多的时间 来不断寻找其中食材 在这其中 火腿的选用至关重要 砂锅内不放一丁点调味料 所有食材全靠火腿的咸香调味 为了让老鸭包的风味 更上一层楼 吴国平几经辗转 来到位于浙江省金华市的 一家火腿厂取经 而乔国斌是这个领域的佼佼者 他操着一口浓厚的吴语 兴致勃勃地向众人介绍着 自家的火腿制作工艺 吴总 我们这个火腿是三年成的 到你们这里送的 我们修了 人家是一般是加工一般 我们一七年修了的 接近就要做四年的 到你们九顶的 就是三年以上的熬炭 是最好的一个火腿 一般这样整的 一般做三年的 我们熬炭这个火腿 一般要七年 咱俩不会做得这么好的 火腿只腌制或熏制的猪腿 以金华特有猪种 两头污的后腿为原料 是金华火腿优秀品质的保障 王松兴拥有二十余年的 火腿制作经验 使他极为了解 每一个制作环节 上炎是所有工序的衣食 加炎量与用炎的手法 将在很大程度上 决定火腿的品质 优质的粗炎 在师父们的口中 被称为大炎 二十余年的火腿制作生涯 使得王松兴伸织猪腿的结构 骨头与肉后的部位 需要厚涂 其他地方则移带而过 为了达到入味 与防止腐坏的作用 在近一年的时间里 每只猪腿需先后经过 八次繁复的上炎工序 除此之外 还需再经七天的室外晾晒 长达八个月的室内发酵 如此腌制而成的火腿 早已不像当年般饱满 炎与岁月共同留下的印记 捐克其上 火腿干瘪而油亮 品质优良 为了获得更加优质的汤汁 吴国平摒弃了 陈放三年以下的火腿 正如老鸭一样 时光的沉淀带来的 不仅仅是岁月的变化 更是风味的积淀 乔国平生产的优秀的火腿品质 还有那热烈的性格 让老吴十分重义 这样看过来 我觉得火腿就你这里定了 火腿我这里定你就发现最好的 这点上我可以保证 吴国平早已沉浸于 调整老鸭包的每一处细节 每次外出考察后 他总是要邀请朋友 来共同感受新的变化 吴国平随手将家中的签章 加入包中 这个无意的行为 却触发了隐藏的美味 这个签章加进去 它这个味道很入味 经由高汤炖煮的后签章 裹挟着浓郁的香气 口感劲到十足 但是 想要获得最优质的签章 并不容易 往往需要人们 衣食于凌晨的忙碌 从颗粒饱满的黄豆 清泻而出的那一刻起 一尝关于实境 泡好的黄豆被研磨成 姜汁与豆渣的混合体 当地人采用最传统的过滤方式 以保证所有豆制产品 仍能保有人们记忆中的味道 木豆将每一滴新鲜的豆浆过滤而出 随后工人们在其中点上卤水 自然魔法瞬间呈现 将之转化出块状固体 那是制作千张的必要原料 进一臂长的木制扫柄 左右翻转 熟练的工人们 往往能够根据经验 判断温度是否适宜 直到时机成熟 一勺勺豆花平铺开来 千斤顶代替了传统石板 更自如地挤压出多余水分 层层纱布间叠加的 不仅仅是千张 更是人们的辛劳与坚守 将制作完成的千张 细心地悬挂在阴凉通风处 是人们今日最后的工序 午饭的餐桌上 千张包 臭豆腐 豆干等 既是辛勤工作的成果 也充满了地方特色 这个千张包呢 是我们浙江金华人 特别喜欢吃的一个菜 特别是我们那个南气人 南气人呢 这个千张呢 我做起来是很低调的千张 跟其他地方都不同的 吃起来的口感很柔和 还滑口 加上我们那个 这个里面的蟹也特别讲究 都是用土足弄 用刀剁起来的 再加上我们这里的千张包呢 用那个粽子的叶 包起来的有粽香味 我们南气人 这个是家家户户都会做的 所以也是我们南气的一个地方名菜 忙碌的一天过后 吃上一口 由自己亲手制作的豆制品 所烹饪的菜肴 是任何山珍海味 都替代不了的愉悦 沿用传统工艺制作的手工签章 是吴国平的老鸭包中 最后一块拼图 所有食材集合完毕 等待烹煮 绍兴老鸭千岛湖水 在同一口大锅中炖煮 随着时间的流逝 鸭子的肉质逐渐变得酥软 丰富的油脂漂浮之上 为了能够更好的保温 煮熟的鸭子被辗转腾挪至沙锅内 搭配冬瓜、笋干、鲜章、火腿等辅料 浓稠的汤汁分层次地浇在砂锅里 再次炖煮 使得鸭肉更加软烂 浓汤吸吮出火腿的油脂与盐分 令整锅食材 能够在不放一丁点调味料的情况下 还原出人们记忆中的鲜浓 传统的老鸭包流转于老航程 家家户户的一日三餐之间 想要将其搬上现代的餐桌 让更多年轻人、外地人 了解航程传统风味 就必须在传统的基础上有所创新 如何不留痕迹的修旧翻新 是吴国平每天思考的问题 建筑、风景、美食 时代中的一切都在不断变化 而人们必须跟上这种节奏 从一碗馄饨的大小变革 到杭帮菜食材风味的创新演绎 再到对一包鸭汤的极致追求 江浙厨师在传承中 不断发挥着自己的创造力 成为塑造一方饮食文化 生生不息的源泉 每当有些味道被淡忘在记忆的巷子里 总有人在其中不舍地徘徊 当它再次出现时 一定带着新时代的印记 传统的韵味 正是在这样的变与不变之间 悄然流转 历久迷心